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3月29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哈佛大学近日宣布 前国防部长卡特将加入哈佛肯尼迪学院 担任贝尔福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主任 多名奥巴马政府前高官 包括前副总统拜登 前国务卿克里也分别进入美国名校学术圈 美国前国防部长卡特结束了他35年 服务于国家安全领域的职业生涯后 在本周二宣布接受了哈佛大学的邀请 加入肯尼迪学院 担任贝尔福中心主任 卡特曾表示他卸任后 还将致力于推动美国的军事技术发展 并关注下一代美国人的教育 而不仅限于国家公共安全领域 他期望能为当今社会和高速变革的技术世界 建立联系 他将在今年6月开启新的学术生涯 《华盛顿邮报》报道 现年62岁的卡特早前曾在哈佛 斯坦福以及麻省理工学院 从事房屋领域的教学研究工作 在2010年 时任主管技术和后勤事务副国防部长的卡特 在阿富汗视察前线 一名随军记者竟然也是他此前的学生 除卡特之外 前美国副总统拜登 也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特拉华大学 领导两个新学术中心 侧重研究内政外交 拜登在22号曾到访美国国会大厦外 与一众民主党领袖 合力呼吁阻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健保法案 拜登坦言 如果不是因为儿子博拜登的早逝 令他备受打击 他认为自己可以赢下2016年美国大选 另外 前国务卿克里 已同出版商签订合同 准备撰写个人回忆录 并将在耶鲁大学 教授全球问题的跨学科方法 富王卫视黄卓华盛顿报道 休斯顿第五十届国际电影节 日前举办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电影节的筹备情况 以及全球和北美首映影片的信息 和电影节系列活动 休斯顿国际电影节 创办于1968年 堪称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独立电影节 与旧金山电影节 纽约电影节 并称为北美三大评选性质的电影节 今年的全景中国项目将展映33部 在北美首次放映的中国影片 其中8部为全球首映 电影节还将举办中美电影文化高峰论坛 和中美电影的创作与投资会等系列活动 为期10天的电影节 将放映30多个国家的88部剧情长片 和100多部短片 设有最佳故事片 纪录片 实验电影 电视广告 音乐电视 新媒体 电影剧本等10个项目的评选 下设200多个分项 为年轻的电影人提供了获得肯定和嘉奖的机会 电影节还将举办系列公众活动 组委会精心筹备了9个电影培训讲座 如无人机的拍摄使用 故事片的投资与拍摄 以及如何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获取免费拍摄素材等 电影节俱乐部对入围嘉宾 开设了电影社交活动 为电影人提供互相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电影节在中国的电影视频 这次电影节来自中国电影 有30部入围 有30几部的电影 讲在这里是展映 另外今年我们增加了创投会 和中美电影高峰论坛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报名 特业记者 玉伟 穆时 休斯顿报道 BC市著名企业家 慈善家Jim Patterson 向温哥华 慎保罗医院基金会 捐款7500万家元 这是加拿大历史上 个人向单个机构 做出的最大一笔慈善捐款 尽管是一个潮湿阴冷的早晨 但是温哥华市中心 圣保罗医院门口的人群 却充满热切期待的气氛 当圣保罗医院基金会主席 Dick Volley宣布 BC省著名企业家 慈善家Jim Patterson 捐款7500万元 用于兴建新的圣保罗医院时 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已经88岁高龄的Jim Patterson 告诉记者 自己仍然每天工作 并幽默地说 现在开始工作要更加努力 才有钱捐给新建医院 他感谢圣保罗医院120多年来 为温哥华提供了优异的医疗服务 期待新的圣保罗医院 将让BC省的医疗水平 更上一层楼 这笔加拿大历史上 个人对单一机构 最大的慈善捐款 将用于在位于温哥华 命接火车站旁的 新圣保罗医院内 设立Jim Patterson医疗中心 将会集门诊 住院医疗服务和医学研究为一体 成为国际领先的医疗中心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华盛顿国会大厦附近 今天早晨传出枪声 华盛顿特区警方紧急应对 当场拘捕了一名嫌疑人 警方称这名嫌疑人 驾车撞击一辆国会警察的巡逻车 并试图撞击警察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事件发生在上午9点22分左右 一名女子驾驶汽车 在西南独立大道行驶 当警方在靠近该车辆时 女司机突然掉头 试图逃跑 并撞上警车 再试图撞向多名 正在徒步巡逻的警员 警方随即跟上 并在华盛顿与独立大道交口 将她截停 期间警方试图开枪 但是无人中枪 联邦调查局随后到现场进行调查 整个国会山曾一度关闭 但目前已经重新开放 警方指事件不涉及恐袭 相信是一起犯罪案件 并将在稍后公布进一步的案件细节 富国银行近日宣布 统一支付1.1亿美元 对虚开账户丑闻 受到的集体诉讼进行和解 并且放弃了备受抨击的 第三方仲裁权利 去年九月富国银行已经与洛杉矶市检察官办公室 达成协议罚款1.35亿 并向客户赔偿5000万美元 而这笔1.1亿美元的赔偿金 在扣除诉讼费用后 先向被续开账户造成直接损失和费用的客户进行赔偿 剩余资金将分配给所有受影响的客户 赔偿期限可追溯到2009年1月1日 去年富国银行续开账户的丑闻不仅造成超过200万个账户受到影响 还有5300名员工被开除 前CEO也被迫退休 在丑闻发生后 富国银行改变了销售操作 并且呼吁数千万客户检查是否被虚开账户 接任富国银行CEO的蒂姆斯隆表示 这次的和解是他们在纠正对客户犯下错误的道路上 又迈出的一大步 希望可以早日赢回客户的信任 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了一份 旨在终止奥巴马政府时期多项气候政策的行政命令 加州洛杉矶市市长贾希提随即发表声明 对此表示反对 根据这份行政命令 致力于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电力计划等政策 可能最终会被废除 特朗普表示 此举可以解除政府在能源领域不必要的监管措施 还可以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财富 贾希提在声明中说 总统特朗普此举将削弱美国乃至全世界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 削弱美国在公共健康和发展清洁能源方面的领导力 他同时表示 洛杉矶将继续完成可持续城市计划 到2050年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80%的目标 洛杉矶水利电力部门2025年将完全实现无媒化 当局会继续投资电动汽车和公共交通 发展太阳能 结束对煤炭的依赖 今天在加拿大多伦多有一项新的世界记录被创造 404人头戴白色假发 脸挂白色八字虎 七刷刷的扮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他们走上街头组成了史上装扮爱因斯坦最大的团体 并成功的击败了之前99人的记录 当这个新的记录创建成功时 扮演者们将白色的假发扔在空中 欢欣鼓舞一表开心 同时这也标志着一个名为下一个爱因斯坦 网络竞赛活动的开始 活动的主题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获胜的团队可以获得一万美元的奖金 爱因斯坦遗产项目总裁表示 这个竞赛的目的在于 鼓励人们创新和自由思考 当下人们生活在一个 切语表达自己想法的世界 人们不敢分享自己的想法 这对世界的发展不利 他们在这里创造的是一种鼓励人们 使用他们的想象力 分享想法和改善世界的方式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 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国家军委主席习近平 29号参加北京的义务植树活动 习近平说 全民义务植树的一个重要意义 就是让大家都树立生态文明的意识 形成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和合力 他又表示 今年中国的国土绿化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但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比 中国的绿色还不够多不够好 需要继续加油努力去干 习近平说 前人种树后人成粮 我们每个人都是成粮者 但更要做重树者 各级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 也要加快沉香绿化 一体化建设步伐 增加绿化面积 提升森林质量 持续加强生态保护 让民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在香港位于大雨山的港珠澳大桥地盘发生工业意外 三名工人坠海 两人获救 其中一人证实死亡 还有一人人未巡回 警方及消防道场调查 事发在下午约三点半 当时五名工人在屯门海市区的盾船工作时发生意外 两人被拦锁击中受伤 另外三人坠海 其中两人被救起 但一人送院后不治身亡 目前仍有一人失踪 飞行服务对直升机凤昭道场协处搜索 暂时没有发现 劳工处事发也派员道场调查出事原因 台北市威秀影城一家餐厅晚上约八点起火 现场疏散近千人 无人被困或受伤 消防局接报后赶到现场疏散民众 马路上挤满人潮 起火现场浓烟密布 火势甚大 大批消防人员在场灌旧 为安全切断电源 电影院楼层一片漆黑 魏秀影城公关经理表示 发生火警后 影城立刻疏散民众 暂时没有人受伤 火警原因还在调查中 但有目击者称 看到排油烟机先着火 底下是油炸设备 好 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财经方面 美国股市周三涨跌不一 能源板普遍上扬 想听请看 驻纽约记者发挥的报道 我们来看华尔街股票市场 在星期三的造成状况 星期三美股早时开盘 就呈现一个小幅 负面开出随后涨跌互建 全天变动不大 收盘时三大指数 仍然是以倒指小跌 四十二点下跌 而标准普尔五百指数 和纳斯达克送火指数 小幅上升作手 那么在星期三 投资人高度关注的 首先是英国 启动了投欧谈判程序 同时呢 也有美国多位联储官员 对美国联邦利率提升的次数 发表不同的讲话 所以市场呢 是作成了小幅的敏感的反应 那么波士顿 联储银行行长表示 在今年美国经济呢 相对来说 会是比较强劲的增长 所以联储最少 应该提醒四次 但是呢 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则表示 目前美国经济的增长 前景还是仍然存在 很多未知数 所以一次到两次 就可能是比较适当的 这个提起次数 美股随时呢 做出小幅反应之后呢 将注意力 是开始集中的 公司的行业类股 和各股消息方面 那么在当天 虽然是金融类股 和民生类股 出现一个小幅下降 但是科技类股 因各股消息支持 出现一个反弹上升 那么其他的交易市场方面 石油价格 呈现小幅反弹 主要是美国石油库存的 增长的幅度 没有市场预期为高 所以对能源类股 造成一个证明的支持 黄金呈现一个小幅的下降 美国市面常债收益率 也是因为价格 呈现了一个上升 所以是收益率呈现 小幅回落 总来说 美股市场在星期三 交易量相当的清淡 虽然是涨跌互建 观望气氛相当浓厚 以上的清三 请告凤红一时庞哲 纽约报道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世界各地的 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区方面 国际领袖基金会洛杉矶分会 日前举办第六届年会和理事会就职典礼 3月25日 国际领袖基金会洛杉矶分会 在洛杉矶举办第六届年会 和2017理事会就职典礼 数百万各界人士和代表齐聚一堂 鼓励和培养华人下一代参政 国际领袖基金会总会的执行长董基林表示 很高兴基金会帮助更多的华裔青少年 有机会进入美国主流社会 比如白宫 国会 以及联邦政府进行实习和工作 当初我们赵小兰赵部长 她也是透过实习的工作 了解联邦政府的运作 那么现在是交通部长了 她以前也是我们的荣誉理事长 所以我们觉得她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典范 我们也希望用着这样的模式 把我们更多的年轻人送到华府 做这一方面的领袖跟实习 当天政商各界灌溉云集 联邦众议员赵美兴 刘云平 加州财务长江俊辉 圣玛利诺市长孙国泰 圣玛利诺市议员黄文谷等出席了活动 对基金会表示支持 他们教育和精力资格 他们给予领域和建立赛 他们的领域赛 他们的领域是在一种领域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国内 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内 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内 能力去扰人们 不同的 backgrounds 不同的 cultures 给他们一个初手机 去工作在一些 最重要的公司 和政府 把政府建立业 业务业务业 会上台的解决 人的解释 什么他们能够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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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国际领袖基金会是全美著名青年领袖人才培训机构 每年举办学生暑期公共事务实习计划 并筹集奖学金 推荐及资助优秀的亚裔青年进入国会及联邦政府各部门实习 以推动亚太裔青年的公共政策培训 过去16-17年来 获得各方广泛支持 已经培育了近千名优秀青年人才 凤凰卫视陆冒 黄奕顺 洛杉矶报道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龟吾的作品 嫌疑人X的现身中国版电影将于3月31日全美上映 日本悬疑侦探小说泰斗东野龟吾的巅峰之作 嫌疑人X的现身中国版电影将于3月31日在美国 加拿大 英国全面上映 本次改编将是东野龟吾的作品在国内首度改编 也是再次指导的苏友鹏首次挑战推理悬疑题材电影 携手实力派偶像阵容王凯 张鲁依 林心如亲情演绎 致敬经典 解题的第一步 是要弄懂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要敢于挑战惯性 故事讲述了王凯饰演的在刑警学院任职的物理天才唐川 与由张鲁依饰演的中学数学教师石鸿年少时应对数学感性 区而相识 多年后唐川在协助警方调查一桩案件时 由林心如饰演的石鸿的邻居陈静被警方列入嫌疑人之中 而唐川在调查此案件中发现了更大的秘密 被迫站在对立面的唐川和石鸿展开了一场高智商对决 更多电影和票务信息请登陆各地影院官网进行查看 凤凰卫视璐梦洛杉矶报道 工商方面时尚品牌SENREV日前在洛杉矶进行了2017年春季新品发布会 由华裔企业家陈中山打造的时尚奢侈品牌SENREV 创立于2015年秋季 专为职业及时尚女性提供精美奢侈且具有多功能的产品 经过一年的世界各地的考察 最终选择了意大利三代一直为世界奢侈品牌生产的厂家 在2016年秋季 SENREV以一系列的精美手提包及多功能配件上市销售 推出后便吸引了好莱坞众多明星追捧 并得到了不少中国台湾及香港明星的青睐 可以说潜力十足 3月25日 该品牌在洛杉矶进行了春季新品发布会 包包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产品在她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想创新一下 中国 美国 意大利 法国的一些时尚和概念 合成的一个产品和品牌 SENREV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中山表示 SENREV的寓意是梦想和实体的结合 主要针对时尚现代的女强人设计 注重外表高雅的同时 也注重内涵设计 特别是在包的内部设计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达到外观高雅时尚 内部方便实用的特点 包的内涵很重要 设计的时候想到了信用卡应该放在哪里 护照要放在哪里 特别是给一个就是很忙的女性 比如说常常要出差 要到处飞来飞去 要带电脑 要带很多文件 所以我们做的都是很干净 很整齐的 陈中山女士曾担任企业经营策略的咨询顾问 及高科技经理人 毕业于沃顿商学院 以及斯坦福商学院 一直都对研究奢侈品牌 关注消费群体有极大的热情 也促使她投入这方面的工作 目前SENREV是在网上销售 主要针对美国市场 将来也希望在亚洲地区进行销售 风凰卫视陆冒 黄奕炫洛杉矶报道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好了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凤凰每周新闻友 劳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Stay Farm在不顺时保护你 顺遂时帮您省钱 让您稳健一生 联合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